台南鐵路地下化 嘉義鐵路高架化 彰化鐵路高架化 宜蘭鐵路高架化 花蓮鐵路高架化 桃園鐵路懸空化 在台灣現在有的眾多正在進行 或是規劃中的鐵路立體化工程 大部分是為了要解決市區裡的鐵路 與平面道路交會時所帶來的交通擁測問題 不過卻也有連一座平交道 都沒辦法消除的案例存在 這個幾乎全台灣每個縣市都想要分一杯根的鐵路立體化 要從它的始祖 台北鐵路地下化開始說起 台北鐵路的地下化工程在1983年動工 一直到2011年 才將台北市內的台鐵路線全部埋入地底 這個歷時將近30年的建設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 也不是以地下化的方式來進行規劃的 台北的鐵路最早在清代的1988年萬工通車 路線從當時的台北城外 一路往東到西口 之後這條鐵路又往南延長到新竹 往北延長到基隆 在鐵路興建時的台北 主要有三個市街 分別為北側的大稻城 南側的蒙甲 以及位居兩者之間 比較內陸的台北城內 為了讓鐵路可以服務到這三個市街 新蓋的火車碼頭就設站在約略是今天中興醫院的位置 而又為了在淡水河河道最窄的地方駕橋過河 鐵路的橋樑設置在大稻城北側 也就是今天台北橋的位置 使得當時從台北出發的列車 無論是由往北到基隆 還是要往南到新竹 都是先往東側的方向行駛 經過台北城的城牆北側外圓 日本人領有台灣後 因為清代的鐵路路線標準太差 再加上往桃林的路途經過的龜輪嶺 坡道太過陡峭 以當時的火車來說 具有相當大的行駛難度 所以決意捨棄原本行經三重浦 新莊的路線 改往西南走方橋、櫻戈石 當台北的三個世界發展擴大 逐漸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城鎮時 鐵路在城鎮內的改線 勢必會有拆遷防射的問題 最後鐵路沿著清代的台北城西側城牆鋪設 穿過蒙甲與城內之間比較稀疏的地帶 往西南側的方橋、櫻戈石前進 然而隨著台北市區的規模逐漸擴大 越來越多人擠進這個城市當中 鐵路經過的路段隨著台北市區不斷擴張 從一片水田與沼澤 變成遍不著樓房的人口聚集地 也因為以前鐵路幾乎都是直接鋪設在地面上 在私有車輛還不普及的年代 道路直接以平交道的方式來跟鐵路交匯 但是當鐵路班次逐漸增加 路上的車子也越來越多之後 平交道這種處理道路與鐵路交匯的單純形式 沒辦法負荷日漸龐大的交通需求 東邊的台北市區因為是新發展的地帶 而且過去的都市計劃 就已經規劃了陸幅較寬的道路 因此各條幹道還能夠用高架橋或是地下道的方式來穿過鐵路 但是西邊的部分就沒這麼幸運了 除了是台北最早發展起來的地區 一開始的都市計劃就設計比較窄的陸幅 使得這邊的道路難以興建高架橋或地下道來穿越鐵路之外 日本人當時還將拆除的台北城城牆原地改建成三線路 使得同樣鋪設在西側城牆的鐵路 直接鑲嵌在中華路這條重要交通幹道裡面 後來在鐵路旁邊甚至還蓋出了中華商場 讓這邊成為大型商業據點 再度增加沿線道路的交通負擔 而既然道路因為周邊環境的限制沒辦法立體穿越鐵路 那麼就讓鐵路離開地面好了 就這樣台北鐵路的立體化成為都市發展之下不得不進行的工程 在1969年台灣省政府的首長會議上 就台北鐵路的高架化計劃進行討論 沒錯 最開始的台北鐵路立體化是以高架化的方式來進行規劃的 後續幾年間的會議也都是比較傾向高架化的設計方案 在此同時 台北市區越來越嚴重的交通問題 也迫使交通部開始研究在台北都會區興建捷運的可行性 1975年交通部運委會委託德國鐵路顧問公司來進行台北都會區的捷運路網規劃 後續提出了三個版本的路網構想 並且以S跟U來代表不同類型的軌道服務 U來自於德國的U-Bahn 相當於國外稱呼的地鐵或是台灣稱呼的捷運系統 而S則是來自於S-Bahn 簡單來說就是在傳統鐵路上增設通勤列車與通勤車站 達到近似於地鐵的服務水準 以今天的方式來說就是台鐵捷運化了 在德國鐵路顧問公司的規劃中 有兩條路線在三種路網當中是完全一致的 分別是沿著縱貫線改建的S-1線 以及連接淡水到新店 後來俗稱為南北大動脈的U-1線 兩條路線在今天的台北站到和平醫院之間貢獻 甚至在西門站使用同一座月台 另外也配合當時台北鐵路立體化的需求 縱貫線從華山站到萬華站都是設計成高架路段 並且設置四線平行的鐵路 讓慢車跟快車可以走在不同的軌道上 達到緩急分離的目的 從這邊看起來 台北鐵路的高架化應該是勢在必行了 不過事情卻在1979年出現了轉變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 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際大事 使得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 擔心一旦兩岸開戰 非但打到台北會直接癱瘓高架的鐵路 所以下令將台北鐵路改為地下化施作 而曾經擔任台北市長及交通部長的高玉素 還說明當時從高架化改成地下化的另外一個理由 是因為北京地下鐵路的通車 讓國民黨內的高層認為既然共產黨都做到了 沒理由國民黨做不到 只是北京的地下鐵路是國外所稱的地下鐵 也就是台灣現在稱呼的捷運 跟傳統鐵路的地下化可是兩碼之勢 而且北京的地鐵在1971年就通車了 就目前的資料看起來 遠比台北鐵路從高架化改為地下化的決策來得早不少 不過就當時國共相互競爭的氛圍來說 這個可能性倒也不是不存在 畢竟後來鐵路地下化的工程 在當時的報章媒體當中 經常稱呼為台北地鐵 負責這項工程的台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 也是被簡稱為地鐵處 直到2002年才改名為鐵改局 最後在2018年整併為現在的鐵道局 1983年台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工程正式動工 當時台北作為東部與西部幹線列車的主要始發車站 相關的列車調度也在台北站周邊處理 不過這些鐵路營運的必要設施 沒辦法一起被埋入地下 所以配合地下化的作業 車輛的調度廠必須千里 在1985年 作為東部幹線列車基地的板橋客車廠啟用 而西部幹線的部分 則是在先前的1977年 為了鐵路電氣化 就已經轉移到南港客車廠 另外原本負擔貨物運送功能的華山貨運站 也配合地下化的工程作業遷移到南港 看到這邊或許你會想說 現在的南港跟板橋明明也都是在地底下 怎麼會把吊車廠跟貨運站遷移到這兩個地方呢 事實上台北鐵路地下化的第一階段 只有針對台北站周邊進行而已 由於市區東邊的幹道 都已經有高架橋或地下道來穿越鐵路 並沒有把鐵路立體化的急迫需求 所以最開始地下化的區間 從華山站的東側開始進入地下 經過台北站後 在萬華站的東側回到地面 其實也跟幾年前德國鐵路顧問公司 規劃台北捷運路網時 縱貫線計劃改建為高架化的路段差不多 另外一個跟1977年出爐的規劃案相同的地方 這是從華山到萬華的這個地下化路段 同樣採用四線鐵路並行的設計 這是因為一直到這個時候 台北都會區的捷運路網 仍然規劃讓台鐵來負擔台北市區東西向交通的任務 一直要到1985年的規劃裡 走在忠孝東路的板南線正式出爐後 才終於放棄台北市區內的台鐵捷運化這個構想 也因為板南線的規劃 比台鐵地下化的工程還要晚好幾年才出現 使得當時台北站的設計 根本沒有預想到會有板南線 造成今天板南線跟台鐵在台北站要做轉乘時 整個動線非常的複雜 而原本要讓捷運化使用的台鐵台北站第一及第二月台 在高鐵計劃出現後 成為這兩個月台的新主人 台北車站鐵路地下化工程 在1989年9月完工啟用 象徵台灣鐵路邁入另一個時代 其實在通車的第一天 就有旅客反映這座車站的動線太過於複雜 不過相較於當時 現在的台北站還多了高鐵 淡水線、板南線、機場捷運、轉運站 以及四條地下街 不曉得那些旅客看到現在的模樣會有什麼反應呢 第一階段的鐵路地下化後 消除了包含中華路沿線的13座平礁島 舒緩台北西區的交通壓力 另外原本吊車場、貨車站的土地騰出後 創造出新的空間可供都市發展利用 華山貨車站變成華山大草原 配合台北糾倉轉型而來的華山文創園區 如今是台北市民假日的休閒場所 原本吊車場的位置 先作為國道客運的臨時轉運站使用 最後在地下蓋起機場捷運 樓上則準備興建雙子新大樓 這項大型建設看起來是為車站周邊帶來全新的風貌 但是為了這個地下化 許多的鐵路設施跟著玩起長達30年的大風吹 在後面的影片會繼續重溫這段鐵路地下化的故事 所以別忘記要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後續的內容 也要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台北的鐵路原本居然是要做成高價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